這兩個要跟大家介紹是兩個就是線上的所謂的人體的3D 那他們一個很大好處是以往我們要學這些不管是器官也好啊 或者所謂這些系統你要做真的很難 因為沒有那個模型你光看圖片有時候那個角度就不對 你就找不到或者那個概念就不清楚 那你現在看到這一個呢 第一個這個以前是Google在做的 所以那時候稱作Google巴巴當然出到牛啊羊啊 當然你要換男生換女生都可以 那你往下拉我先用這個來講 往下拉有沒有馬上就看到了對不對 那你還可以往前確認一下 我要看骨架的往後來這邊 有沒有這塊就胸骨柄嘛對不對 然後呢這個是揪尾啊 那麼我再往下我們看到骨骼 骨骼這一塊 欸像這裡 比如說我們一般看大腸的那個畫面都是長得像這樣對不對 但是其實你把它翻過來其實大腸並不是平面的啊 它是有突出來的 對吧 它是要往前的啊 然後你看我們後面的腎臟 腎臟兩邊不一樣等高啊 你如果只有看圖有時候這樣看不見 可是我在這邊看的時候就會比較清楚 好那 可以再往下 我們看另外這個human body更多 更多 而且你有發現 像我不太會的這個醫學專有名字我 不太會的 我只知道中文的 我還可以用Google翻譯 是把它翻成中文 對不對 它支援翻成中文 翻成中文 那這個時候呢 啊我不想要看外皮系統 就把外皮系統關掉 就剩肌肉有沒有 然後就打開 打開 你一樣這個也會往前 可以旋轉 對不對 這三角肌嘛 那我不要看肌肉 再關起來 再把姐弟組織關起來 骨骼 這樣看有沒有變得比較簡單 對不對 那它除了這些以外 除了這些以外 實際上我們再看 還有一個 它有把很多的情況 你看上面這裡 有一個這個東西 這個 因為我現在 好像網路速度比較慢一點 它有很多不一樣的 因為現在都過翻譯了 我先不要翻譯好了 因為各位看專有名字 看得懂嗎 它有把它分得蠻細的喔 你可以看這個 全身的 也可以看 心臟的 胃的 耳朵的 有沒有 大腦的 還有骨頭的 你都可以把一些刺系統把它載入進來 那這樣我們在看這些內容之後 相對就方便很多 那這個做胃教也很好用啊 對不對 一般民眾就不了解啊 因為有時候你說 給我們看X光片 你看有人看不到 哈哈哈哈 對不對 我看不到 因為他不知道說 那代表什麼意思 可是 用這樣去區隔 相對比較簡單 這樣這個就是子宮的系統 對不對 這個男生的生殖器 這個 肺部的 腎臟的 還有什麼 眼睛的 所以你就可以把你要的系統把它載入進來 那這樣 待會兒再看就會相對比較 比如說你要看眼睛的 我們把它點進來 眼睛裡面就有很多喔 他就問你說你要加哪一個 他就問你說你要加哪一個 好這個應該是 Retina這邊應該是四網紅的吧 有沒有這裡有六對肌肉的 眼睛的這個 解剖 看你要哪一個 那他就會把那個地方把它放進來 比如說我要這個把它加進來 所以其實現在在學習的部分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現在學習好像方便很多 跟以往來講 以往你可能真的要去買一些那個模型啊 喔還不好買 而且還不便宜 現在是很多啦 大陸那邊有很多那種小的 那你加進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看看喔 他在這邊 哇這邊還沒進來 所以這邊最主要是給各位看一下 那他可以把這個單獨獨立出來 你點到他 他會有把相關的 這是肝臟對不對 肝臟的一些描述 甚至有一些常見的疾病 他會把列在這裡 也會把列在這邊 那如果你是付費版的 還可以更方便 你看一般我們去看那個 復健科或一般中醫的商科 我們在做復健的時候 他不是會標位置嗎 對不對 這裡又有塗釘 所以下次病人哪有一個釘在那裡 告訴他們 你就是在這裡有問題 他自己回去也可以看 好也可以看喔 那像這是膽嘛 膽就藏在肝的下面這邊 所以你就可以像這樣 讓他去比較清楚的看到說 我的問題是怎麼樣 這個是給大家參考一下的 因為這兩個免費版本 就可以看到很多 就是跟我們人體相關的資訊 又可以做互動 你要放大桌角都沒有問題